吳鎮宇出席ViuTV大聲講錄影 提到接下來中秋節 鎮宇哥就說自己很傳統的 這些日子一定是回家團團圓圓 要的中秋過冬和年三十 我們家裡的習慣 或者是香港人更少大的習慣 都會是這三天一定要在家裡吃飯 我覺得這是傳統來的 南方人是傳統 玩燈龍會玩 但因為不同我們以前 住的公共屋園 一群小孩瘋了 走出來 以前七行大廈又鬥蠟燭 現在 因為距離生日都很近 他已經有很多同學生日會 中秋其實 會少一些小朋友 不同的住屋村 屋村大的人會 中秋就是屋村大派對 我想他感受不到 除此之外 一些傳統的習俗 他也有教兒子廢萬 我都會叫他幫我裝香 例如地主、家裡的神位、佛桌 我說有時候我出去做事 你就是你了 這個樣子是我媽媽以前教的 我今天不方便 兒子你幫我裝 我經常都要這樣做 noi 有的 所有人都要解決 我們都要解決 這是我們 代表明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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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能見